金庸武俠天地之, 少武江湖 好, 令狐掌門, 我們再比試一下 好, 請 好劍法, 令狐聰是恆山派掌門 使這道劍法這麼精彩, 一點都不稀奇 但是我家姑娘, 明明是華山派的人 為什麼都會使恆山劍法呢 那你也不會 令狐聰本來就是岳先生的門下 而且還是華山派的大弟子 當然是岳先生親自教導的 所以他兩個才拆解得這麼合拍 岳先生精通華山、恆山、泰山、恆山四派劍法 相信他會熟悉松山劍法 這個五岳派掌門人一定非他莫屬 那倒是 是青梅雨桃 是柳葉子美 大師兄不經不覺寫出我們合作的 聰明劍法 青梅雨桃 柳葉子美 完全是聰明劍法中的招數 這道劍法是我們兩個照會的 其他人聽到 還以為這路是恆山劍法來 我不經不覺 使出聰明劍法和小師妹拆招 由於我們非常強 獲得在場英雄一志學才 今天我見小師妹她一直屈屈不歡 容積潮水 如今早知見到她面露起承 希望這一套聰明劍法 有千招萬招 爹 一生一世都洗不完就好 爹 今年的情形 就令我想起你在華山 和小師妹念見的情形 小師妹 這一招應該叫什麼名字好 你說叫什麼好 三劍十翅 簡直是不顧性命的 不如就叫做同歸於准 同歸於准 好似你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那樣 都是不好的 不如就叫做 你死我活 哼 怎麼叫做我死你活 你死我活才對 我不是就說你死我活 唉呀 你呀我呀 那麼 前隔不清 其實 這一招誰都沒有死 不如就叫做同生共死 對呀 同生共死 好嗎 好呀好呀 同生共死 但願我跟你 能夠同生共死就好 你 不 不跟你說 小師妹 小師妹 她臉都紅了就這樣就走了 同生共死 但願我們能夠同生共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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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我取勝的好機會了 糟了, 小師妹趁著我在想事 就乘機掙扎 不行, 我要奮力抵抗 以免天下英雄看得出 我忍讓她才行 糟了, 本來我要拜在小師妹手上 哄她歡喜 如今竟然彈了她手中長劍上半空 那豈不是故意在天下英雄面前 令她沒面子 我怎麼可以這樣做 好, 讓我衝過去 讓半空掉下來的劍刺中我才行 來了 大師兄… 快點救人… 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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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子 你怎麼樣? 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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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子 別說那麼多, 快點扶她過去包紮傷口 是… 令先生, 你以恆山、泰山、恆山 三派劍化 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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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子 你來捨得有此理 爹 不知大師兄傷得怎麼樣 她有沒有生命危險 如果她有甚麼不測 各位, 華山一派 在岳先生精心轉圓之下 連恆山、泰山、恆山各派的劍法都通曉 不是, 不單止通曉 實在是令人讚嘆不宜 這樣, 五岳派掌門除了岳先生之外 沒有人能夠升任 岳姑娘精通恆山、泰山、恆山三派劍法 實在難難可貴 如果能夠以松山劍法 打贏我手中搶劍 我松山派自當奉岳先生為掌門 好, 我只出十三招 如果十三招之內 贏不了左師伯 如果你十三招之內 仍然拿不到左某人的人頭 那又怎樣 我又怎會是左師伯的對手 侄女只不過 學到十三招 松山派的劍法 是爹親手教我 想在左師伯面前 印證一下 呵呵 家父說 這十三招 松山劍法 雖然是松山派的高明招數 但是, 在侄女手中洗出來 只怕一招之間 便會被左師伯震飛長劍 想殺第二招 也很難 呵 呵 爹要我接左師伯三招 如今就是你的癡心妄想 希望能夠在左師伯面前 使出十三招松山派的劍法 不知道可不可以如願 呵 別說十三招 就算我給你使出三招 我已經面目無光 呵 好 盡招了 他這是甚麼武功 他以三招手指 截著我的劍尖 以劍兵堆地 給兇手有百人 奸人十倍 姐姐從來沒有教過我的 事多如今 我怕也沒用 太莫超中 你居然會使出這招 也算不錯 使在這招份上 我就不讓你太出臭了 他這是甚麼招數 我松山派十七六劍法之中 似乎沒有一招能及到他 真的嗎 這幾招又明明是松山劍法 他這些松山劍法真是奇妙 本來我想殺這個臭丫頭就意義反盡 但是殺了他 我就沒機會再看到這麼精彩的松山劍法 如果我容許他繼續耀武容威 就是說我左某人對付不到華山門下一個年輕女子 那我又顏面何傳 相信過了十三招 好 讓我用耐力震撐你的劍前 好 左師伯 請問陣女在你老人家面前 洗出多少招松山派劍法 你洗了十三招 好 真是不容易 請問左師伯手下容情 讓陣女在你面前搬門道府 洗出十三招松山派劍法 各位 左掌門神功蓋世 眾所共見 而且啞亮高智 博大能容 這位惡大小姐 學得我松山派劍法一些皮毛 就在她老人家面前 妄自賣路 左掌門等她 灑出了各招數之後 一擊就將她擊敗了 逐見武學之道 貴精不貴多 無論哪一門哪一派 只要練到登峰燥極的境界 就能夠明真武林了 是啊 武學之道貴精不貴多 這位惡大小姐 似著一些小聰明 暗中規漢 別派同道練劍 學到一些劍法 就自稱精通五惡劍派 各派的劍法 又怎麼稱得上精通 她一定是偷學各派的劍法 別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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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五惡劍派之中 如果有誰 自信武功勝過左掌門的 就請她出來起立身手 哈哈哈哈 既然沒有人向左掌門挑戰 那麼左掌門就眾望所歸 請左掌門出任 五惡劍派的掌門人 五惡劍派中 人材仔仔 在下無德無能 不敢當此眾遊 五惡劍派掌門一直 違高任重 請左掌門勉為其難 替五惡劍派門下 千名弟子造福 亦替江湖同道盡力 請左掌門登壇 左掌門登壇 好 既無各位朋友熟悟 在下如果不達魂 就顯得太過寶身自我 不肯為武能同道盡 好 在下就答應做這個掌門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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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掌伯 你鎮脫我手中的長劍 那就算是五惡派的掌門人 好 如今天下英雄雲集 大家講明比劍奪帥 鵝小姐 如果能夠鎮斷我手中長劍 那大家就奉鵝小姐為五惡派掌門 要勝過左掌伯 就可能有心無力 但是我們五惡派中 武功勝過莫斯伯的人未必沒有 咯 以鵝小姐的高見 五惡派中武功劍法勝過在下的 是靈尊 靈堂 或是尊夫呢 哈 知夫是後輩 給著左掌伯 美免略順一籌 家母的劍法 和左掌伯的劍法 可謂奇古相當 至於我爹 我相信 他會高明過左掌伯些小 是嗎 鵝先生 靈愛對閣下的武功 非常推崇 小女口沒遮難 請左卿不必當是真 在下的武功劍法 給少林派方正大師 武當派衝虛道長 蓋幫蟹幫主 各位英雄 可謂望塵莫及 那跟左掌門比又如何 在下和左卿神交多年 互相推崇 松山華山兩派劍法 數百年來從未分過高下 這位仁兄這樣問 在下實在覺得很難回答 聽岳先生的口氣 好像自以為強過左掌門 怎麼會這樣啊 自若君子無所憎 必也卸苦 較量武功高低 自古賢者所難免 在下九泉向左師兄討教之心 但是在今日給劍 就好像大家欠個掌門人來做那樣 不免惹人閒言閒語 欸 岳先生 只要你打贏在下首中長劍 那五岳派掌門一席 自從由岳先生擔任 我看左兄 武功高的 未必人品有高 在下就算贏了左兄 也未必能夠全部贏得過五岳派中其餘高手 岳先生君子劍三字名震天下 君子已自人所共知 至於劍是怎樣 倚民者多 目睹者少 今天天下英雄混雜 就請岳先生露一手高鳴劍法 讓大家開下眼界 是啊 上台打過 上台比劍 伸出強弱 在這自吹自雷 有什麼用啊 岳先生 天下英雄都請你上台一顯身手 好 你就給點面子各位英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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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兄既然敢說 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嘻 左兄 你我今天已經憤屬同門 我們切磋武藝 只要點到即止 左兄認為怎樣 兄弟自動小心 盡力不令岳先生受傷 未曾打到求嚴 不如不打吧 如果是怕的 就快點下台做好了 快點下台認識 快點啊 好 各位華山門下聽著 我和左師兄是切磋武藝 絕無仇怨 如果左師兄失手殺了我 或者打到我身受重傷 乃是激鬥之際 一時留不住守所致 大家不准對左師伯懷恨 更加不可以找松山門下尋仇生事 破壞我五岳派同門義氣 派師父 師父 好 岳先生心明大義 這樣真是好 好 我五派合併為一 是十分艱難的大事 如果我們兩個論劍交際又相和氣 五岳派同門大喜紛爭 豈不是和合併願意背道而此 沒錯 好了 岳先生 請 好 座氣 請 嗯 為了哄小師妹開心 竟然累到陽影 和庄山各位師姐師妹那麼擔驚仇怕 我 方才都不知為何 一下不小心 竟然 竟然被把劍掉下來刺傷 我沒事 你們不用怕 你們不要吹聲 休息一下 你們讓開一點 讓我看看師父 如何和左冷禪比招 是 Fried 着好 驁肅觊 seis 人兩二三名下 這齣宵 廿腳較由 千萬五空 巳血юсь 曾 counsel心靈出去 黃亮 姜 initiative諸思habt ellos每晚都大趁這些男子 五顆亂來騰 他人怎麼被人見到 我令狐冬就算粉身碎骨 今生今世都不知道怎麼報答 師父來阻攔時 不敢給你掌力 這種掌法 是你們松山派的武功 這套是在下自創的掌法 將來要在五惡派之中選擇弟子 量財全壽 原來是這樣 那就要向左兄討教幾招了 好啊 他華山派的紫霞神功都不差 接了我的韓兵神聖 他說話聲一點都沒陣 好 看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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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為什麼我掌心這麼痛 原來我掌心刺穿了個洞仔 還有些黑血滲出來 是 奸賊 真是不要臉 你以為區區毒針就可以制服我嗎 好 速字速叫 不准你再拖延時間 看見 這傢伙是甚麼劍法 好厲害 師父這路劍法這麼熟 究竟我在哪兒看過 中山不大 是 是 靈勇真是一言驚醒 是 師父這路劍法 完全替當日我在黑木崖上 東方不敗 以一支瘦花針來對抗我們幾個的功夫 為什麼師父會懂得這路功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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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靜上眼 你霍師先生的視乎瞎了 我沒瞎 我沒瞎 我沒有瞎 誰說我瞎 你幹甚麼? 惡不困, 惡不困你這個奸賊 有本事就再過來 跟你爺爺再打三百個回合 惡不困, 你這個奸賊 有膽就過來決一死戰 閃閃叔叔, 你英雄武漢 你過來, 過來再打 過來, 快點上台 胡師父, 過來 過來再打 師父, 惡不困, 你不敢再打 師父, 你別管我, 拿去, 死 惡不困, 快點過來打 師父, 左營 你以誠殘廢, 我不會跟你一般見識 甚麼? 不過如今, 你還想跟我爭這個五岳派掌門 師父, 師父, 你一起用手 好 將華山大, 張惠玉長 大丈夫願意有信 既然說過比劍奪歲 郭憑本身的武藝爭勝 鵝先生武功勝過左某 大家就應當奉他為掌門 好, 由鵝先生做五岳派掌門 請鵝先生做五岳派掌門 好, 在下和左師兄比武較量 本來希望點到即止 但是左師兄武功太高 差點震了在下手中的長劍去 所以在危急之際 在下彈球自保 落手有失分寸 以致有傷左師兄傷目 在下心中非常不安 好, 我們自當仿尋名醫 是左師兄治療 郭下沒有趕盡殺絕 足見鵝先生人意 過獎 這個五岳掌門 非鵝先生莫屬 好, 請鵝先生做五岳掌門 既然各位禁台舉 在下也不敢推辭 五岳派今日新創 百废待舉 在下只能總領歧視 恆山的事務 仍然請莫大先生主持 泰山的事務 就請玉盆玉音兩位道長 再會和天門師兄的門人 建徐道長 三個人共同主持 恆山事務 仍然由令狐延帝主持 至於松山事務 左師兄雙眼雙左 那就暫時請 湯英岳、湯師兄 和六百師兄 會和左師兄三位一同主理 日常事務 好, 我們五岳派 我們今天合併 一定要和充共濟 大家今後訓屬同門 大家不分彼此 在下無德無能 暫且執掌本門門門門門 至於種種興格 還需要各位兄弟從長計語 在下不敢自尊 好, 如今天色而聞 而各位都這麼辛苦 就請到松山本院休息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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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 光財一節 金融武俠天地之, 少傲江湖第八十一回 由李鶴篇編導 金融原著文曉南改編 並且由李鶴君、楊麗仙、朱曼子、陳炳球、曾永強、張自暉、莫家驅、姚秀寧、陳偉康、丁印、盧韻賢等聯合播出